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竹蔗毛巾水 希望大家會喜歡 對呀 今天煮竹蔗毛巾 上次煮了山楂酥梅湯 另外一壺就是竹蔗毛巾 通常打火鍋都是 好了 希望短一點 大家常常說 長話短說啦 師奶 不要緊啦 今次有竹蔗毛巾馬蹄 我有甘筍紅蘿蔔 不過是沒有泥的 如果大家去街市買 就買一條有來的紅蘿蔔 又會甜一點 除了大家喜歡 我今次加冰糖 其實冰糖通常煮這個 如果講求健康 通常那個蔗毛會多一點 拿那個甜味 不加冰糖 不過古舊的人 通常都會吊一粒冰糖下去 會令到整件事吊出的味道 是更加好喝的 會再滋潤一點 如果有些朋友說 我用一罐糖冬瓜 沒問題的 你都可以加糖冬瓜 大約你買一包糖冬瓜 你都加三份一包糖冬瓜 一起煮都可以的 如果你本身個人比較寒低一點 很怕寒涼 毛巾不應該這麼多 因為毛巾是最寒涼的 譬如你一份竹蔗 那你就加半份的毛巾 就是要減一半 因為它都是比較寒涼一點 但我們就不要緊 因為肥佬這陣子又燥熱又敏 又睡得不好又熱氣 工作又忙 那這個就真的很適合它 因為它一定要冷凍去喝 當水這樣喝 好了 那我現在這個竹蔗 已經是姐姐幫我處理了 如果你買完先竹蔗 你就回來散搓 都很多功夫做 不過現在很多時 街市都會遷就我們這些懶人 幫你處理一份份 一匹匹 摘好就可以買 都很經濟的價錢 雖然是這樣 但我們回來 先移一下頸頭 回來 如果你用開鋼絲 去清洗東西 你都可以用鋼絲 去搓一搓 但基本上 現在它處理了都比較乾淨 因為以前那些人 會買回原先的 借回來再散 或者你去菜檔 即是幫你處理 洗乾淨它 或者有些黑色 深色你不喜歡 你可以拿一些小刀去刮它 真的好隨大家喜歡的方法 都沒有什麼特定 說你做對 我做又不對 其實都沒有的 每個人方法都不同 口味都不同 那我洗完這裡 再跟大家分享 好了 另一個鏡頭過來這邊 那些毛巾 你通常在街市買回來 有些就這麼大條 很長的 你就斬斷它 斬到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怕骯髒 洗一洗 浸一浸 去沖乾淨它 這個 我浸一浸 不理它 另外馬蹄 回來也很髒 我已經不斷不斷去 用水去沖乾淨它 我待會再跟大家分享 我怎樣切馬蹄 因為上期一次 是否拍過馬蹄 但大家說我沒有分享 怎樣切馬蹄 我待會再跟大家分享 四方 說說這麼久 原來影片又好像很長 真是不好意思 好了 那竹蔗 通常我們舊一輩 一定是劏開四支去煮的 你劏完之後 有些想再出味一點 會拍那個蔗 馬蹄也是 不過呢 現代就會少了 因為很容易會有些渣 你要隔渣 就會麻煩少少 那我這裡就劏開了 那其實呢 通常都是用菜刀的 不過我家裡有些刀都蠻膩的 那大家真的要小心點 會滑 那我這一把刀呢 是可以 飛到四處都是 那我可以這樣的 那接著呢 就這樣就切了四條 有些蔗 切了出來會黑 紅 有深色的那些就已經壞了 那些就不好吃 不好要 而且由於我這個刀真的很利 而且劈的技巧也挺危險的 其實呢 如果你買回來的時候 菜單姐姐是能夠幫你破四支的 即是跟它雙熟的話就破四支 如果不雙熟的話 你叫它幫你破短一點點 譬如你切到這個位 變成你回來 你去做這件事就會比較方便 但如果你說不行 我也是害怕的 那你就用刀背去拍它算了 即是用刀背去拍到它容易出味就算了 就不要硬 因為都挺危險的 這樣 好我切好了 再跟大家分享 因為口說就說不要那麼長 結果都是那麼長 切開之後呢 我喜歡剪多一段 但都比較用力一點 大家要小心的手會弄好 如果大家說你那把剪 就比較難剪少少 其實你可以在現在它已經是這樣切了 我們屈一屈它 屈一屈它 屈一屈它 然後你再用剪刀去剪 就可以很容易搞定的了 好了 馬蹄我已經是洗了 但我也是處理的時候 我們就換一換水 預定一個清水 其實我是怎樣做呢 通常舊一輩都是把它切頭切尾 大家要小心一點 切頭切尾 不漂亮的位置 可以刨深一點 顏色 有時候我們出去吃 有時候媽媽煮的馬蹄 為什麼會這麼細粒呢 其實就是這樣 有些位不漂亮的位置 是可以刨去的 就不用整粒不要的 但當然有些一拆出來 就已經是黑了 就真的不用想了 好沒用啊 有幾粒壞了 現在只有這麼少 但不要緊 都可以的 如果大家買 就預十多二十粒 預幾粒都是壞的 這樣 現在我就用水浸一下 如果大家介意它髒的 可以加少少粗鹽 可以浸一浸都可以的 這樣 另外 舊式的人 剛才不是說過 那些會刨爛它嗎 那些馬蹄都會刨的 因為其實他們 以前我們中國人 通常都是不喜歡 要個湯渣不吃的 所以就沒有刨完 之後隔了來喝 由於我們現在 紅蘿蔔又吃 馬蹄又吃 所以我就留回 我便留完粒 因為肥佬喜歡吃 熬了的馬蹄 這樣 我現在就浸一浸 所以 劈不劈它 弄不弄水 它真的除了大家喜歡 我先清理了現場 哎呀 不對 還有一個紅蘿蔔還沒處理 在廚房 師奶的背後 其實真的很凌亂 那紅蘿蔔 平時大家問我 怎樣用什麼處理 我就用這個刨 我覺得很好 就刨這個 先刨它 好 濕一匹 那紅蘿蔔就不切太大塊 這個 不 即是不切太小塊 好 搞定了 好了 搞定了 好了 今天我用電鍋來做 因為石油氣好像差不多 我又不開火了 太熱了 天氣 那這次就預料了水分給大家 大約是3500毫升的水 那如果你用明火的話 你預料它有些會煲走了 那你預料4000毫升的水 那這樣 那好了 現在我就齊水放炸下去 還有大家如果怕降量 那就 加果皮或者加些薑 那果皮就一定是 冷水放的 不過呢 我自己個人覺得 加了果皮的味道都挺大的 就是希望煲完之後 那個果皮不要爛 還有不會得太碎 因為怕大家不太喜歡那個口感 那這樣 那如果加薑 你也是放一片薑下去 那我個人就不會拍 因為拍了就 我又覺得 他有點不太喜歡那種感覺 所以真的很隨大家喜歡 但意思說不要緊 我們香港人其實濕重 還有喝這個是很適合的 偶然一次當調理 其實也不用太怕 因為我聽說很寒涼 譬如我們打火鍋的時候 好 那我現在就教模式 我教我煲湯 那大家看到它是3個小時的 因為其實它如果的時間 到真的大滾 都是已經1個小時 那總共是煲2個小時 那如果大家用明火的話 煲它10分鐘大滾 然後煲2個小時 之後我再會焗多它半個小時 再令它出味 所以真的隨大家喜歡 因為每個人做法不同 以前的人煲3-4個小時 足夾牛筋水 不過現在可能講求健康一點 不要煲太久 很多時候1個小時就已經OK 但對於我媽媽那些來說 誰出味的 這麼短時間不會出味 真的會這樣說 所以真的隨大家喜歡 你買的時候 你如果有緣份 可以問姐姐菜飯他們怎樣煲 你可以參考一下他們是怎樣做法 看看煲出來的感覺 合不合自己口味 那好了 稍後見 又很長篇了 對不起 兩個小時後見 剛剛煲了兩個小時 多一點 好 看看現在的情況 香噴噴 一邊煲 我在廳外已經聞到很香噴噴 現在可以試一試味 大家喜不喜歡 但我喜歡多焗半個小時 先開鬼桶 煲近一點 看得清楚一點 香噴噴 我現在就撕出來 試一試 它那個清甜 夠不夠清甜 如果喜歡清一點 就可以就這樣喝 都OK 但是就加點冰糖 就好喝一點 好 我試一點點 味都夠 不過我還是要焗多半個小時 還有呢 就一定是調些冰糖 那份量其實就不需要下 好像我們煲涼茶 下很多的冰糖 不用的 我現在放下去再焗 待會我再處理它 那半個小時後見 好了 搞定了 已經焗了半個小時 那那個甜度 大家覺得OK 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 我覺得都是煲不出味 那你就要焗久一點 對 或者你要買多一點 或者你現在 好像我這樣加冰糖 如果你喜歡甜一點 就加多一點 如果你說 好講求 就是想再好一點 加冰糖又甜 沒有益 那你加些糖 冬瓜 都OK的 真的好 隨大家喜歡 那我現在先放涼了 我待會再入個瓶 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現在就放了一碗 那我就喝個暖的 那我喝暖的 那我喝暖都OK的 那已經完成了 放了靚靚 待會可以吃馬蹄 那跟著就入了兩瓶 那攤涼了之後 就雪去雪櫃 因為肥佬喜歡用玻璃瓶 雪會更加冰凍的 那我另外都靜了一點 那我再用個壺去再入去 那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了 味道先 唉剛才煮的時候已經香噴噴了 好 那我先喝一口 因為現在這個天氣真的很適合喝 清熱解毒 好 先喝一口 嗯 好甜 嗯 好舒服啊 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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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這個紅蘿蔔 咬了很久的那個馬蹄 那我吃點紅蘿蔔 嗯 紅蘿蔔 我不吃那麼小 怕它熬難 不如就兩個幾小時都不會太難的 這樣 好甜 大家也可以在家裡做 好甜 好甜 小朋友適合喝啊 這個 不過記住喔 如果真的 大家經常問我孕婦 的問題 如果孕婦真的有很多東西不能吃的 而且每個人體質都不同 最好先問你的意思 好 去吃東西吧 因為每個人的懷孕時期的口味都會不同了 這樣 那好啦 今集 不知道是不是短一點點 那好啦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個分享 那下集再見啦 希望大家也嘗嘗煮來喝吧 拜拜